5月10日 这就是街舞第二季发布会在昆山举办 除了第一季队长杨千玺 罗志祥韩更再度集结之外 还加入了新鲜血液 那就是F4的吴建豪 想说他的舞蹈实力可不容小觑呢 新的阵容势必引发新的火花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火花应该是 吴先生会比较来的激烈一点点吧 我们想听听建豪哥 你去哪里 你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其实刚刚也说过了 就非常的兴奋嘛 然后又可以跟其他三位一起 欣赏这些舞者的辛苦跟努力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选业场每次都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惊喜 能看到他们在每一季 就是每一场比赛 他们的进步 他们的付出和努力 反而包括吴老师的加入 给我们带来又不一样的一个选业 我其实吴建豪老师的加入 包括第一次在现场看吴建豪老师跳舞 其实也是震倒了 就是大前辈跳舞就是一个挺厉害的 不敢当不敢当 据说吴队长从13岁就开始练舞了 还有着亚洲时尚舞王之称 对此身为亚洲舞王的小猪也是有话要说 很明显就是他比较会穿衣服 他有了流行这一块了 那我只是数字群比较厉害 因为我只会出五五十秒 没有五五这样 他不会穿衣服 所以他可以 没有撞到完全没有 小猪说的对 对啊 上一季作为00后新生代表的千玺同学 带领着毅然装置战队 一路披荆战机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但在这一季依然得严真一代 因为另外三位队长可是护士丹丹 摩拳擦掌着呢 我觉得胜负欲都会有吧 因为来参加肯定是希望成绩能好一点 我挺平和的 对 你 对我挺平和的 你哪有 你后面快团灭的时候 你整个急得着我爹的 必须追起来 昆山报道